关闭一几期间呢 大家都是或是或是想的减少出门 那么长时间待在家里就非常的想念绿色的大自然 怎么办呢 那么除了可以自己在家里种花种草啊 种蔬果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相当特别的方法 将这个绿色呢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没错 无论是将植物设计成家具的装饰 还是用来制作疗愈的自然装置艺术作品 本地的艺术家发挥创意 希望能借此舒缓国人在疫情下有些紧绷的心情 马上随俊威走一趟自然艺术之旅 带着青台墙给予了动感与领悟 我续承走访另一位 拥有园林与花卉设计背景的自然装置艺术家 向他学习究竟什么才是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平衡点 我们跟大自然都有关了 所以我们忙碌的时候 都没有去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因为我本身也是园艺设计师跟画艺设计师 所以我想把大自然跟艺术 创造一个有感觉的一个作品出来 这是什么木来的 这是桃花木 桃花 对 哇 要走桃花月 对啊 做的是平衡的才有桃花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平衡呢 这个原理就是我从来都没有 打钉跟榜线跟江湖 全部是靠每一个植物的元素来平衡 那也不简单 心要钉 心要钉 哇 你看哦 哇 不错啊 虽然冠病疫情影响了泽民的生计 但却在同时刺激了他的创作灵感 抗疫期间 他想到了用可以让人放松的香草来创作 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 助人体振士气 这个就是在你疫情当中创作出的一个作品 对 所以这个作品是能摆在家里当成一个装置 可以 它可以摆在家里 包装过后 它也可以做成一个这样的摆设 哦 很简单 它可以随处移动 对 诶 这块木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坦香 哦 也是有正气的 它很新鲜的时候 当你修的时候 它可以调整你的心情跟压力啊 这一类的东西 哦 好香哦 嗯 当你睡觉的时候 你都可以放在你的床旁边 让它自己发出它的自然的香气 它干户的时候啊 它干户的时候就很像这样子 它可以我们可以就是点到它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可以去蚊子 还蛮香的啊 对 所以整个屋子的也散布着这个香气啊 对 哦 所以如果说要让我们这个空间也换一个能量的话 对对 它干的时候它有它的生命 我希望就是靠大自然 给我们的生活上减低压力 跟一个需要的那个能量 好贴心的礼物 利用植物创造一个沉浸式的展览空间 讲述人 社会 植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创作者通过靓丽的色调与生活对话 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情 也许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方天地 今天的事成有根就不到这 欢迎你浏览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